有一种友情叫赵薇和黄晓明,作为北电96班的同班同学,从上学起黄晓明就把赵薇当作女神,成名后更是多次公开表达爱意。 即便后来两人各自成家,黄晓明对赵薇的爱意也从未减少,可是这份爱意从赵薇遇事开始就不成立了。 2021年8月26日一夜之间,所有经典作品将赵薇除名,各大平台也将有关赵薇的一切内容清除。 身为老友的黄晓明更是在第一时间就删除了有关赵薇的一切内容,曾经的美好都是假象吗? 从爱情变友情,为何赵薇宁愿找二婚丈夫也不愿意接受黄晓明呢? 这里是闲鱼记,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爱而不得的白月光,赵薇,黄晓明。 1996年,黄晓明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和赵薇,陈坤等人成为了同伴同学。 见到赵薇的第一眼,黄晓明就被这个大眼睛长头发的姑娘深深吸引了。 为了接近赵薇,黄晓明甘愿沦为赵薇的小跟班,帮她打饭打水甚至还会陪着她一起上厕所。 很快两个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闺蜜,但是由于赵薇长得很漂亮,所以她的身边不乏追求者。 害怕赵薇被人抢走的黄晓明,便趁着赵薇的生日向她表白。 黄晓明将告白的话语录在一个光盘当中,和生日礼物一起送给了赵薇。 结果赵薇拿到后把光盘扔在了一边,直到多年后她才发现里面竟然有黄晓明的真情告白。 就这样赵薇错过了黄晓明的第一次告白,而黄晓明则认为赵薇拒绝了她,伤心不已。 等到黄晓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再次向赵薇表白的时候,没想到赵薇已经名花有主。 赵薇还开玩笑地表示,我总不能脚踩两只船吧。 无奈黄晓明又一次告白失败,最后一次告白是在毕业前夕。 黄晓明觉得毕业之后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和赵薇像现在这样相处,觉得非常郁闷。 于是她拉着陈坤到校外喝酒并大吐苦水。 陈坤便怂恿黄晓明再去告白一次,就当给自己的校园暗恋一个完美的结局。 或许是酒壮耸人胆,黄晓明还真的跑到赵薇的宿舍门口质问赵薇为什么不喜欢自己。 赵薇没想到一向跟在自己身后的人竟然有这样的勇气,但是她还是拒绝了黄晓明的告白。 第二天黄晓明酒醒之后觉得前一晚的行为实在是太尴尬了,便装作什么都不记得,于是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件事忘记了。 虽然做不成情侣,但两个人之间却发展出了令人艳羡的友情。 2013年,赵薇带着首次执导的电影《至青春》的主创人员做客鲁豫有约。 黄晓明即便是连着拍了两天的大戏,主着拐杖也要为赵薇站台。 在节目录制期间,黄晓明还非常亲密地和赵薇同喝一瓶水。 当赵薇说口渴时,黄晓明会帮她把瓶子打开后递到她的手里。 等赵薇喝完,黄晓明又会顺手接过水瓶,盖上盖子放在一边。 而当节目录制结束,观众起哄抱一下的时候,黄晓明不顾自己的腿伤将拐杖扔在一边,公主抱抱起了赵薇。 2015年,黄晓明和赵薇合作了一部电影,在拍戏过程中,两个人有一场吻戏来来回回恩机了几十遍。 佟大为还调侃说,当时的赵薇肯定在想怎么还不过,而小薇肯定是想千万别过再来一条。 而赵薇和黄晓明在中餐厅中的相处模式更是让人倍感温馨。 在没有赵薇的中餐厅中,黄晓明以 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的霸总发言受到网友的吐槽。 可面对成员爱开会,说一不二的黄晓明遇上赵薇之后,就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。 她会一脸宠溺地对赵薇说,还是你管我吧。 做错事被赵薇骂的时候,她会一脸笑意地承受赵薇的怒火。 当她给赵薇打电话的时候,更是说着,我一直都很乖,俨然有一种我很乖,你快夸我的意味。 惹得吃瓜群众纷纷表示,如果这都不算爱。 只是黄晓明甘愿做着赵薇的舔狗,而赵薇却一直把她当成弟弟。 林心如曾在采访中透露过,赵薇和黄晓明相处的时候,大多是赵薇照顾黄晓明多一点,以至于大家都觉得黄晓明是赵薇的弟弟。 赵薇也表示,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黄晓明在她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活泼的大男孩。 而纵观赵薇的历任男友可以看出,赵薇更加偏爱成熟的男性。 在大学时期,赵薇曾和众盛集团创始人叶丽培的儿子叶茂青谈过恋爱。 据说为了捧红赵薇,叶茂青特意投资了黄珠格格。 当赵薇凭借小燕子到伙之后,两人也是公开承认了恋情,并且赵薇也曾见过叶丽培。 可以说赵薇和叶茂青一度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但是这段感情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 分手之后,赵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在恋爱期间叶茂青总爱对她大呼小叫,她无法忍受便提出了分手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赵薇并不是小鸟阴人形的女生,而是非常有主见的大女主。 和叶茂青分手不久之后,赵薇又恋上了有京城四少之称的汪语。 这段感情赵薇非常投入,甚至有媒体发文称赵薇的半只脚已经迈入了豪门,可惜感情之势冷暖自知。 素兰有着花花公子美名的汪语,岂会为了赵薇放弃一整片森林。 在媒体前,她和赵薇你浓我浓,转头她就和另一个小燕子黄毅传出了绯闻。 虽然汪语和黄毅都否认了恋情,但是赵薇的心里却留下了一根刺。 有传闻说,赵薇因为不满汪语和黄毅的绯闻,所以拒绝参加汪语的聚会, 让汪语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,很不开心。 于是汪语当众打了赵薇一记而光,两人的感情也就此走到了尽头。 在这两段感情中,可以看出赵薇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女生。 而黄有龙的出现刚好给了赵薇想要的安全感。 据传赵薇和黄有龙是在2008年9月的一场相亲局上认识的, 之后两个人情投意合,感情迅速发展, 仅一年的时间就迈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但实际上为了追求赵薇,黄有龙可谓是豪质千金。 他曾送给赵薇十多只爱马仕包包, 钻石手表以及钻石手机,礼物总价值超过千万元。 虽然赵薇是当红女演员,收入并不低, 但是早年间演员的片酬并不像现在这样添加, 因此赵薇的生活只能称得上富裕, 而黄有龙却能给赵薇提供更加富足的物质保障。 除此之外,黄有龙在事业上对赵薇也有所助力, 在还珠之后赵薇的戏路受到了局限, 大多都是比较活泼开朗的角色。 再加上军奇庄事件的影响, 她的名声一路跌到谷底, 因此赵薇迫切地希望能够转型尝试不同的可能性。 而同样身为演员的黄小明在这一点上很难给予赵薇帮助, 更何况在赵薇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, 黄小明还是一个没细拍的小透明。 即使后来黄小明火了, 她和赵薇之间的差距也仅仅只是缩小了一点。 黄有龙则不一样, 她早年曾从事房地产工作, 业务涉及酒店管理、金融投资管理、建材营销等行业, 同时她还在澳门开设烟厂, 大力开发酒店红酒餐饮行业, 可谓是家境丰厚。 赵薇在嫁给黄有龙之后不仅成功转型为导演, 而且还成为了女版巴菲特, 可以说是演员成功跨界的典范。 除了在事业上无法给予赵薇帮助之外, 黄小明在感情上也无法给予赵薇想要的安全感。 在进入娱乐圈之后, 黄小明几乎可以说是演一部戏换一个绯闻女友。 在拍摄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, 她和神仙姐姐刘亦飞传出了绯闻, 在拍摄《环珠格格3》的时候, 她更是一脚踹开了女友刘丽奇, 和白月光秦兰走到了一起。 更过分的是, 在《鹿顶记》中, 戏里她是坐拥七个老婆的伟小宝, 戏外她和主演刘云、 胡可、映彩尔等人都传出了绯闻。 最后, 她将目光锁定在了有言有料的李飞尔身上。 据传, 黄小明和李富尔的感情已经稳定到了见家长的地步, 但没想到杨颖的出现让这段恋情宣告了终结。 分手之后, 李飞尔曝光了杨颖和黄小明露骨的聊天记录, 并且毫不留情地表示杨颖才是小三。 当时黄小明第一时间就替杨颖做了澄清, 人微言轻的李飞尔只能选择闭嘴不谈。 多年后, 李飞尔参加浪姐, 往事被重新提及。 杨颖公开表示自己和黄小明恋爱的时候, 黄小明明确表示过自己是单身, 言外之意就是她被小三了。 不过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, 恐怕只有他们三个人才清楚了。 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 黄小明太过花心, 完全给不了赵薇想要的安全感。 而黄有龙虽然在和赵薇结婚之前, 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 但是和赵薇在一起之后, 黄有龙就再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, 可以说一心一意只对赵薇一人好。 因此选谁也就不言而喻了。 不过, 无论黄小明和赵薇之间有着多么深刻的感情, 如今的两人都拥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, 一切归于沉寂, 彼此相处之间更是互相尊重。 或许有些感情并不适合成为情侣, 相反, 朋友或者家人才能走得更长远。 这里是咸鱼记,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 说出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